大爷多少钱 十块钱 卧槽那么贵的那个呢 三个卧槽 哎呦你们 三个卧槽 谈点那些意想不到的神回复 请问你最害怕的人是谁 汪峰 为什么要害怕他 我叫怒芳 他想咬我的妹 我想要怒芳的伤命 有自从 大哥 点菜单号的什么 先生做个随机采访可以吗 请问你愿意和谁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呢 您自己的老婆 你好请问你有没有那种 少夫特别多的聊天软件 跟大家分享一下 幼儿园家长学 自从中要男人无拘无为 哎帅哥你好请问你现在的职业在古代叫什么 奴才 奴才 你的酒馆对我打了药 你找女朋友的话是想找一个小奶猫呢还是小野猫呢 如果有条件的话我想找个人 请问现在大街上很多女生都露着大腿您怎么看 目目转睛的看 还有什么 这边呢 请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 你觉得你男朋友帅吗 还好吧 那她是很有钱 没有啊 那你为什么要跟她在一起 你知道道德经吗 我知道 那你知道老子为什么要写道德经吗 因为老子愿意 因为老子愿意 你曾经开了一家怎样的店呢 哎呀戳嘴了 曾经开了一个早餐店 完了那个后来倒闭了 为什么倒闭了 因为早上起不来 哎呦你们 先生您好能采访你个问题吗 赶时间快说 你愿意花一个月工资给女朋友买个包吗 不愿意 你怎么那么扣啊 怪不得你自己一个人 什么包两千万一个 楠楠 我搞对象 是吗 男的女的 你应该问我多大了 多大了 大三岁 他比你大三岁还是比我大三岁 你别笑 宝贝 机票我准备订了啊 你爸你妈 我爸我妈 然后我们一家四口一共八张 嗯 这上面还有一外保险 要不要买 他妈的团灭了还买下保险 不要买他 所以如果你有一家自己的店 然后还有一个冒美如花老婆 还有一个当官兄弟 你觉得你会开心吗 会啊 跟他们五大郎吗 你觉得你五大郎 哎呦你妈 哈哈哈哈哈哈 你怎么办呀 无愿 这啥都不是自己的家义 留下就是两块五样 我不接受他们的家义 我不接受他们的家义 哈哈哈哈 怎样确定精神病人可以出院了 很简单 把鱼缸水灌满 中边放一个勺 再放一个盆 要求把鱼缸吞空 哦 正常的会用盆 不是 正常的会把塞就打掉 把塞就打掉 哈哈哈哈哈哈 高考600分和600万你选的哪个 啊你这个不应该这么问呀 知识是用钱来衡量的吗 他不能衡量啊 知识能创造财富 能提升自我价值 知识是能跟随你一辈子的东西 但钱不行啊 钱总有花完那一天 做人不能太肤浅的 我选择600万 哇 啥 对不起我选择600万 我比较肤浅 好珍惜哦 但是我可以拿600万 明年再复读一年啊 哦对了 这个明年还能再选600万 请问一下今年你多大了呀 35岁 30多岁在广州这边的话 别人都开奔驰吧嘛出门了 你怎么还行个故乡单车坐不出来呀 那我问你 你多大啊 我可以是30多岁嘛 30多岁还有人死的呢 你怎么不是死 哎呦你嘛 哈哈哈哈 就是给你1000万 然后一辈子不碰男人 你会怎么选 我我不要1000万 为什么 我因为我想碰男人 哈哈哈哈 30岁以上男人是怎么找乐子的 想让父母高兴啊就做官 想让老婆高兴呢就做饭 想让老板高兴啊就做奴 想让朋友高兴啊就做冬 想让儿女高兴呢就做牛马 那想让自己高兴呢做梦